超市蔬菜区货架上几乎抢购一空 唯独红萝卜还没受庆 这是金钟男星李成斌 30日到超市才卖发布的贴文 幽默地说 看来宁愿饿死 也不吃胡萝卜的都市传说是真的 民众看法很两极 红萝卜不太会 家里的人不爱吃 所以尽量能避免就避免 不挑食啊 对还是要吃啊 对没有爱挑食的 对于李成斌的贴文 网友纷纷应贺 到底谁会爱吃它 或表达不爱 甚至有人直接表态 红萝卜是邪教 台风天大采购 目前看到架上 已经有许多叶菜类销售一空 而根据网友说法 红萝卜普遍不受青睐 三色豆即便台风天 一样不受青睐 实际走访大型超市 货架呈现两样勤 另一头泡面区 则是囤粮热门选项 超市员工不断补货 其中有几样特别受欢迎 后面就是有肉块的那一种类型 我们都买蛮多的 然后完装的 对 对因为比较方便 昨天其实是另外一个平日的高峰期 那基本上呢 昨天其实到四点五点的时候 几乎菜都抢过一空了 我认为是呼吁消费者 可以做一个理性的消费 山途而来袭 民众全力采购备战 业者呼吁 非常时期 先以补充营养和烹调所需 为第一原则 三立新闻 吴文昌 周婉祥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